回收場內怪手重重砸在休旅車上 車頭瞬間被夾成廢鐵 這輛休旅車是移民署的真房車 還被重拴在地面 而一旁是專情隊人員 他們來找陶藝移工 但回收場業性負責人不願配合 業性男子不只大小蝦 又跳上另一台怪手上 鏟石塊撥向專情隊人員 大家要報警 到底想幹嘛 眼見業者情緒失控 專情隊人員幾乎退到回收場門口 這時候又有狀況 二十四號下午 專情隊人員來追捕陶藝移工 但業性雇主為了掩護 開怪手砸爛專情隊人員的車輛 還持刀屑 扔石塊 造成王姓 張姓兩名專情隊人員 頭部錯傷送醫 疑似非法僱用逃逸移工 業者不想被罰竟開來怪手 雜爛專情隊的真房車挑戰 供選力 三線電位捷骨員從哨子昂 新美報道 後報到場 回收場業性負責人 情緒還是好激動 員警趕緊把他帶回警局 直到做完筆錄 情緒才稍微緩和下來 在原警戒戶下走出派出所 原來回收場的業性老闆 這回會這麼激動砸車 全是因為 一旁工廠業者透露 老闆私下帶人和氣 也是頭一回聽到這樣的事情 不過攤開回收場紀錄 歷年來被開罰過好幾次 過去罰款從六千元 到十萬元不等 但若是聘用非法移工 最高恐怕被開罰七十五萬 回收場工人將物品一一分類 放置到不同籃子 其他回收業者透露 因為缺工嚴重 導致部分業者私下聘用 非法外籍黑工 缺工的狀況 然後一些年輕人的話 當然不肯做那些太 操勞 勞累的工作吧 聘用非法移工成為業界公開的秘密 這回業性負責人 因為不想被罰錢 怪手砸公務車 也讓自己吃上妨害公務傷害 甚至殺人未遂罪名 三線新聞將往前賴心 陳昭文新北採訪報導